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米思英国 今天这一期咱们聊移民 2016年英国脱欧运动的主题之一 就是要拿回失去了几十年对移民政策的控制权 如今英国跟欧盟离婚仪式也是尘埃落定 英国内政部终于在今年也就是2021年的1月1号 在翘首以待之下发布了长达130页的文件报告 宣布了一系列新的移民政策 新的政策意味着不管你是来自于欧盟地区的人 还是来自亚洲的国家地区或者是美国等等 大家将在同一政策下受到同等待遇 这个同等二字得来不易 想到就心酸 要知道在脱欧之前 一个欧盟以外的人想要拿到工作签证 他需要过五官斩六将 因为根据政策规定 英国大部分的企业招聘 他需要先把工作机会留给欧盟居民 如今来自欧盟的人不再享有自动自由留在英国工作的权利 这意味着对于欧盟地区以外的人 如果你考虑在英国工作或者是生活 那么你的选择跟机会将会大很多 本次发布的新政最新眼球的就是在工作签证当中 引入到了积分制的系统 内政大臣强调新的基于积分制的移民系统 将帮助英国吸引最聪明的人才 我们的新系统向全球传达了一个信息 就是英国是开放的 但是要遵守我们的条件 听起来振奋人心 到底是什么样的系统能够吸引最聪明的人过来 英国质地有声的说 我是开放的 但我是有条件的 那这个条件有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对英国的文化生活感兴趣 或者是你打算来英国读书或者是留下来工作 希望本期视频对你来说有参考价值 因为我们将一起来了解 一目前已经生效的积分制系统 它将如何运作以及它的诸多细节 分到底怎么算 哪些是你的加分项 二我自认为非常优秀 那除了动辄百万英镑以上的投资移民和积分制签证以外 还有别的途径让我留在英国吗 三英国的积分制和澳洲加拿大相比有什么不同 对于申请者而言谁更友好 一起来了解一下 首先来聊大家最关心的 那就是英国的积分制系统 它将如何运作 有一个关键数字70分 根据新的规则通过工作来到英国的外国公民 它必须先符合某些条件达到70分 才能申请获得签证 那怎么算分呢 有三个最基础的先决条件 一是你在英国找到了一份被政府认可的雇主 他提供的工作 那就得20分 二是你被认为有满足这个工作的合格技能 再得20分 三是具备英文能力得10分 但这加算你也只有50分 剩下的20分怎么挣呢 别着急 多条加分项助你通往70分的打官 第一条路 看薪水 如果你的年薪在25600英镑以上 那你就得20分 这50加20 70分不就齐了吗 但是呢如果你的年薪是在23,039磅到25,599磅之间 你就只能得10分 如果是在20,480磅到23,038磅之间呢 你只能算作零分 如果你的薪水低于20,480磅 那不好意思你已经失去了申请签证的资格 那以英国的薪水平要达到这个标准难吗 如果是以全职工作来看 2020年英国的平均年收入水平呢 是在36,611英镑 我们知道超高收入的人群呢 它会拉高这个平均值 所以我们需要参考一下中位数 也就是普通人一年大概挣多少 那这个年收入的中位数呢 在2020年是30,420磅 这样看呢 你会感觉政府划定的这个年薪25,600磅 并不是一个登天难的数字 当然这个数字呢 不能一概而论 它会随着你的年龄 你从事的职业 你所在的城市相差很大 如果你好奇自己的职业呢 在英国大概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收入水平 不要忘了点击观看我之前的视频 英国工资全巨透一 哪行最挣钱 如果你是正在 或者是考虑来英国读书的学生 或者你是刚毕业的职场小白 你可能更关心 英国的毕业生起薪 距离政府划定的这个25,600磅 它的距离有多大 再给一个参考数据 根据英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呢 2020年英国毕业生 它的平均年薪是29,000磅 那这当中呢 一定是有遥遥领先者 也有拖后腿的 律所跟投行呢 自然是最大方的东家之一 它的毕业生平均年薪呢 达到了35,000磅 医学、牙科、工程类呢 也都在收入中位数的top3 而从事酒店零售业呢 则是在毕业生起薪的底部 所以毕业选择留在英国的同学呢 找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双眼 保持头脑清醒 避免将来在申请签证的时候呢 为了钱的这20分的积分呢 而苦恼 想知道英国哪些专业呢 毕业生的薪资起薪高 涨薪快 哪些行业10年工资苦如初恋 请一步观看我之前的视频 英国工资全局头二 说到这个薪水的分数啊 以及薪水跟行业之间挂钩的关系 就不得不说到这个 积分制加分项的第二条路 那就是工作准备 前面提到呢 如果你的年薪达到了25,600英镑以上 那就得20分 但是如果你的薪水呢 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可是你从事的是英国劳动力紧确的行业 哎 机会来了 你同样可以得20分 但是你的年薪不能低于 20,480英镑这个数字 那么哪些是英国目前劳动力紧缺的行业呢 移民咨询委员会呢 列出了一系列的行业 比方说卫生教育 工程信息技术等等 我们来举具体的例子 工程类 比方说电器工程师 机械工程师 土木工程师等等 医学类比方说像兽医 科研类比方说像实验室管理人员 社科人文类比方说像考古专家 艺术类比方说像音乐家 舞者 编舞者 还有平面设计师 IT架构师 软件编程人员 精算师统计师等等 这个名单呢 政府是会根据这个就业市场的需求 不断的去更新的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尤其是英国政府 对于这些紧缺的职业 有没有更具体的技能要求 可以点击我在下方放上的链接 了解更多 我们还注意到呢 有一些明明是长期人工紧缺的行业 目前却不在这个榜上 比方说建筑行业 那政府释放的信号呢 是非常明确的 他希望雇主能够更多的雇佣 本国的劳动力 尤其是提高英国18到65岁 这个年龄层的就业率 但过去这些年呢 英国的建筑行业之所以会有 大批的外国移民进入 尤其是东欧移民在这块的市场占有率 其实是出于市场的实际考虑 说白了就是对比之下呢 成本更低 效率更高 尤其是英国现在呢 为了振兴经济 又提出了要大兴土木的这个 B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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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础建设计划 所以在未来的几年 到底本国的劳动力 能不能填补上这块的空缺 还有待观察 来看加分项的第三条路 钱不够 学历凑 如果你拥有任何专业的PhD 就是博士学位的话呢 得10分 如果是在STEM学科 比方说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类 那就可以得20分 那低于PhD学位的 比方说像Master硕士之类的呢 那就只能算做0分 虽然本科研究生学历啊 并不是加分项 但是对于毕业想要留音的同学呢 今年夏天起 你可以申请这个毕业生PSW签证 研究生毕业呢 你可以逗留两年 博士毕业呢 你可以逗留三年 这意味着呢 你至少有两年的时间呢 可以在英国找工作 并且通过工作经验的积累呢 使自己满足这个 积分制系统中要求的薪水等等条件 以上就是英国积分制规则运作的简要解释 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 比方说一个外国的建筑工人 他得到了一份呢 被政府认可的雇主提供的年薪 18000英镑的工作 但他不会讲英语 那他只能得到20分 他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签证 一个小学老师 那他的年薪呢 是26000英镑 英语呢 还不错 那他刚刚好达到这个70分的条件 可以获得这个签证 一个拥有数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年薪是4万英镑的一个大学讲师 那他呢 就可以达到90分 轻松的得到这个签证 再补充一些相关信息 首先这个签证呢 他仍然允许申请人把自己的家人 也就是配偶 或者是伴侣 以及18岁以下的子女呢 带到英国来一同生活 然后在费用上 除了签证申请费之外呢 每人每年还需要支付 624英镑的医疗附加费 我们把它简称为IHS 如果没有拿到签证的话呢 这笔钱是会退还给你的 还有就是呢 你需要证明自己有能力 维持在英国最早的生活 那通常要求你的账户余额呢 不低于1270英镑 在申请时间上来看 目前来说 拿到结果大概是需要三周的时间 无论是薪水 英文水平 还是加分项的这个学历和职业种类 很显然呢 英国这个新的这个积分系统 是为了引进高技能的人才而设计的 同时尽可能的阻挡 低职业技能的申请人 提到这个高技能人才呢 我想重点聊一下华人群体 在之前关于少数派报告 英国再英华人真实概况 那期节目当中呢 我也提到过 华人是英国的第五大少数族裔 仅仅占比0.7% 但它是人口快速增长 仅次于黑人的第二大社区 而且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呢 就是年轻化 英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华人 他的年龄呢 是在18到29岁这个年龄段 其中最大的人口增长来源呢 就是通过留学 技术人才引进和投资移民 这些年来到英国的 所以从各方面的条件上来说呢 这个群体也比较贴合 和高技能人才这个化电的范围 那么 如果你自认为是高学历 或者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呢 还算高技能人才 除了积分制的工作签证之外 还有其他的方式留在英国吗 英国政府呢 也改良推出了不同的签证政策 想要吸引留住你们 这里我想重点补充介绍的呢 是TO1里的全球人才签证 也就是Global Talent Visa 之前大家对于TO1的了解呢 更多会觉得 这是一个花钱投资创业的签证 但现在TO1当中的 这个全球人才签证 却给那些具备了 专业知识技能的人才 开辟了新的更快速的道路 而这个签证的目的呢 本身就是为了吸引那些 在工程、科学、技术、文化领域 有杰出的才能 或是表现优秀的人 Global Talent Visa 全球人才签证 它实际上取代的呢 是过去TO1签证当中的 Exceptional Talent Visa 杰出人才签证 但是过去这个签证呢 它是有名额限制的 而且对于杰出的评估 非常的苛刻 比方说我先生 他之前有同事 是来自于以色列的科学家 已经是在科研界 深耕细做了多年 而且在诸多的顶尖 期刊杂志上 都有文章发表了这样一个PI 他去申请这个杰出人才签证 但结果呢不符合悲剧了 所以之前这个签证的设定呢 会让一些人觉得 我如果没有一个甩出去吓死 头衔或是职业经历 或是什么奖项的话 这个签证压根跟我也没有关系 但现在呢不同了 首先他取消了 这个每一年签证的上限 这意味着呢 只要符合条件 将有更多的人 有机会拿到这个签证 其次就是在人才评估上呢 更加的简单明了 这个签证呢 目前已经开放 那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我先生已经有不少 来自于欧盟以外的同事呢 已经顺利申请到了 但如果是对比之前 申请杰出人才签证 失败的这个以色列科学家 至少我先生评估觉得哈 现在拿到这些签证的同事 并没有格外的talent 甚至有一些履历还要弱很多 所以如果你是在科研界 有PhD的学位 你在一些不错的大学 或者是研究机构 有几年的工作经验 你的老板又愿意为你背书 那你完全可以跟HR沟通 就是不走这个积分制 为基础的工作签证 而尝试去申请这个全球人才签证 其他的比方说 人文工程数字技术等等领域 我觉得是可以以此类推的 最重要的是呢 和满足积分拿到这个工作签证相比 这个全球人才签证 它的优点就太明显了 最显著的就是自由和高效 什么意思 这个签证呢 它没有什么语言 或者是最低工资等等要求 你不需要跟某一个工作绑定在一起 拿到以后呢 你可以选择在一个机构 或者是企业任职 你也可以自己独立创办公司 这个签证本身呢 有三年或是五年可选 在签证的有效期内 你可以选择留在英国 你也可以选择暂时离开再回来 像我们就有一个认识的日本朋友 他本身呢 即使医生同时也做科研 今年年初他拿到这个签证以后呢 因为英国疫情的这个爆发 导致的这个封城 然后日本恰好又有不错的工作机会 所以他就决定脱家带口呢 先回日本 过几年如果有意愿的话呢 再回来英国 那我觉得这些呢 是工作签证上 没有办法给你的选择上的自由 聊了这么多关于英国目前 针对工作签证 以及高级人才的这个签证的改革 希望对你们来说呢 有实际上的信息帮助跟参考 尤其是很多朋友关注啊 这个积分这个概念 其实早在1967年呢 加拿大就成为第一个实行 积分制这个现代移民政策的国家 加拿大当时推出这个政策的历史背景 原因之一呢 也是因为他们希望从东欧啊 大规模的招募移民 来帮助步履盘跚的加拿大的经济 澳大利亚其实直到1979年呢 才开始追赶上这波潮流 那么他们的积分政策 跟英国有什么不同呢 最主要的区别是呢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这个积分系统啊 他不要求你在申请之前 先成功的拿到一份工作 而英国需要 我个人觉得呢 对于申请人而言 加拿大跟澳洲的这种积分系统 似乎是更加友好 就不管我找没找到工作 我找什么样的工作 你先让我拿到这个签证再说 但他们呢 其实也一直饱受争议 甚至面临这个改革的压力 因为企业它招人的要求呢 和政府对于人才的这个评分 它势必是两套标准 所以澳洲跟加拿大最近这些年发现呢 尽管发出去的签证很多 进来的人也不少 但企业依然在抱怨 现行的这个制度呢 没有帮助他们招到合适的员工 它必须得在通过政府 这个审核的茫茫人海当中 去捞去筛选自己想要的人才 看数据呢 是最直接的 2013年拿到签证啊 进入澳洲的技术移民当中 大概有14%的人呢 是处于失业状态 只有1%的人在抵达之后呢 就立即找到了工作 这就导致呢 加拿大跟澳大利亚 在近些年来 像英国这种雇主主导的模式 这种移民制度倾斜的意愿 越来越强烈 那你怎么看待这两种 同样是基于积分制 但它的先决基础条件 完全不同的签证系统呢 英国在脱欧之后 推出了这个积分系统改革 你觉得合理吗 最重要的是 这个新的规则 能吸引你的兴趣 留在这里吗 能或者不能的原因又是什么 我在评论区等待你的真知灼见 好了 关于英国基于积分制的移民系统 本期节目呢 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不要忘了点赞跟分享 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 如果你有关于英国的话题 想要了解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们一起来破解那些英式隐私 更多有趣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 如新跟我们下期见 拜拜